Hello,大家好,我是管理小安 今天呢,回来青州市这边的房子这边了 没有在铁皮房那里了 因为在农村里面也有一段时间了嘛 跟凤姐他们创业 也好久没回来这边了 之前我走的时候是弄得挺好的 整整齐齐的 就是有一段时间的话 如果你房子里面没人 你要回来开开 那个窗户啊,什么透透气啊 不然的话呢 里面会有那些谷味的嘛,是吧 所以呢,我今天就回来房子里面 把这些窗户都打开 还要让他偷偷去 因为毕竟没人住嘛 还有呢,就是 我其实也没这么厉害 就是家庭还行吧 因为的话,这个年纪的话 你怎么可能一口气就买上一套房 这个房子的话 我爸已经买了五年了 当时他好像买的是 应该差不多七十万那样子吧 在青州市里面挺好的 三房一天啊,什么的 其实里面有三个房间 但是他们都不在这边 他们在广东那边发展了嘛 然后呢,我就想自己走出一条路出来 不想在他们的手底上那些 做一些什么东西吧 然后呢,我就想着看能不能自己走出一条路出来 到现在呢,就是跟凤姐他们一起创业了嘛 也挺好的,跟他们相处 慢慢的挺好的 没有一开始的那么的不给脸色啊,什么的嘛 因为一开始的确是很难 后面呢,我就做的挺好的 我的本分做的都挺好的 跟他们干活啊,什么什么的 他们说什么啊,我就做什么嘛 因为毕竟跟别人学习 创业的话,你总不能顶着别人吧 虽然说现在没有成功的路股 但是的话也有一段时间了 在那边学习 那个铁皮房也被我弄得挺好的 也交房租给他了 他说什么我都顺着他来嘛 最后就是想走出去一条路嘛 多学一点技巧啊 什么方面的呀 对自己有好处啊 也知道创业之路很难走 但是呢,你不去尝试的话 你怎么知道不成功了啊 人总不能在原地 要做一个比较有梦想目标追求的人吧 希望为了走更好的一条路 不要太靠家里人 因为现在也不是以前了嘛 不能无忧无虑的生活啊 什么的掉烂当的 现在到后来也还是要靠自己一个人 多学一点方面的技巧 也是为了更好的帮助自己走的更好嘛 就是希望能好好的跟凤姐小凤他们创业啊什么的 有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也没有成功的路股 只是在帮他们干活啊 做杂物啊什么的 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吧 也要回来看看家里的房子啊什么的 毕竟也有一段时间不在这边住了 虽然说我是为了创业而不在这边 选择了农村跟凤姐他们 但是的话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目标 如果你整天在这个房子里面的话无忧无虑也不行啊 也不想在家里沿着手机在干活啊什么的感觉很不记载 嗯年轻嘛就要走出这一条路出来啊不管成不成功也要去尝试 因为如果你说一下就成功的话 一步登天的话那岂不是太花里胡哨了 那些有钱的话的经历啊什么的背后的 魔力啊都是我们看不到的而已 啊等到别人成功了你才会去项目别人那有什么用啊啊 啊总之呢还是得靠自己啊努力啊争取看能不能走出一条路出来 成功记录是非常的艰苦的我也知道 但是的话 嗯人嘛一生下来就要努力加油啊奋斗啊 因为这个社会本身就有竞争了嘛啊你不努力的话你就没什么出息 你努力的话说不定还能成功了这也说不定 嗯这就是相当于拿一条命去赌吧啊看你能不能成功 不成功的话也不能怪别人啊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吧 因为这个社会上白律师行行行出转言 你总不可能觉得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吧 你都没有去尝试努力的话你怎么知道不行啊啊 只有那个情绪是体会了啊去努力啊加油啊奋斗啊去做啊 你才会知道其实嗯有目标梦想的人也是活得挺快乐的 虽然我在铁皮房那里有点感觉破旧一点点但是的话在我的努力之下也弄得差不多了也把它弄得挺好的也还行 就是今天嘛想着人总要努力嘛奋斗不能活在原地里面踏步啊要勇敢的向前冲 就好像那句话说不被嘲笑的梦想就不叫梦想是吧啊 你不努力你根本不知道结局是什么你努力了之后但凡结局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但是你也有一点点收获啊更好的去改正经级啊什么的嘛啊 只要通过努力了都会有点收获的然后呢还有世界上并没有不老而后的东西天上也不会掉馅饼 也就算掉馅饼了你也捡不到那是有陷阱的所以呢我们也能通过继承的努力去啊努力啊奋斗啊加油啊走出一条路出来啊 属于继续的未来会更好的夸张嗯走吧应该也是这样子我是这样子想的现在的话我就首先跟凤姐小凤他们好好创业啊就是看能不能露骨这一方面的东西 因为我在那里也待了一段时间了感觉学习的也差不多了啊住的地方也弄得挺好的就是不知道凤姐到时候会不会让我露骨 因为我在那里给他们干活也是挺难的不过的话跟别人学习你总不能抱怨吧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不要你干嘛要去跟别人学习呢是吧 你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啊啊啊为了以后更好的一条走出更好的路是吧然后呢今天在人家的手底下干活啊什么的哦 是不能抱怨这个抱怨那个的反正就是加油吧今天的话就是回家里看看这些东西有没有嗯这样啊什么的都打扫一遍啊什么开开那个窗户啊 以后呢等一下就要回铁皮房那里了因为现在首先呢目标是为了创业这条路还是挺难的但是加油就好了没办法啊香菇厚田嘛啊 还有就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嗯跟别人学习东西也是好好的学习吧就是以后的一直就好好加油吧啊这个的话属于三房一天这里一个房间那里一个房间以后呢我住的是这一点嗯三房一天也停 挺好的嗯这个房子的话暂时花了七七万吧就这样子吧现在的话是我一个人住也挺无聊的不过我现在不住这里了我住农村里面铁皮房你们也知道就是为了更好的一条出路嗯我爸妈说我的话也没办法因为我有我记得路线要走就算不成功的话就回去他们那里吧但是我要尝试看上能不能成功吧